据柬埔寨媒体《简华日报》9月5日报道 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透露 在检方的申请下 中国将向柬埔寨提供两艘056型护卫舰 预计将于2025年或晚些时候向检方交付 旨在增强柬埔寨维护和平稳定与安全的能力 很快就有西方媒体报道称 这是中国用两艘056型护卫舰 换取云壤海军基地的永久驻军权 并在国际舆论场掀起了一波 关于中国军事扩张的讨论 那么056型护卫舰的提供 是否真的意味着中国获得海外军事基地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中国提供给柬埔寨的 056型护卫舰的具体性能 056型护卫舰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一型 轻型多用途护卫舰 排水量约1440吨 具备一定的防空反潜和反舰能力 虽然体积不大 但它依然是中国海军近年来的重要装备之一 广泛用于进海巡逻 护鱼 护航等任务 更为关键的是 056型护卫舰具备较强的隐身设计 和现代化电子战系统 能有效应对海上威胁 柬埔寨海军一向以装备薄弱著称 此次获得的056型护卫舰 不仅意味着其海军硬件的升级 更标志着其作战理念的现代化转型 将大大提升其海军的作战能力 尤其是在泰国湾和其沿海水域的巡逻任务中 谈到两艘056型护卫舰的提供 不得不提及此次合作的核心地点 云阳海军基地 这个位于柬埔寨南部泰国湾沿海 自由民众 极不得不得不得不合适 大家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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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pod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